当然家里的小朋友 已经不需要你天天接送 或者是他们也开始 在外地念书啦 或住校啦 OK 这时候爸爸又找回自己 高串锋刚刚聊到了这一段 所以你在思考你的下一台车 会是你在婚前 最喜欢的敞篷车吗 你好像有注意到 越来越多敞篷车对吧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喜欢敞篷车 我觉得都要 可以搞不好可以回溯到 儿时回忆 因为我父亲的用车 逻辑呢 非常的封闭 所谓的封闭是什么意思呢 是物理性的封闭 他是不会把车窗打开的 真的啊 对对对 为什么他那时候的原因是什么 他有他用车的习惯 但是各位要知道 我爸在开车那个年代 还有所谓的收费站 经过收费站 你一定要把车窗摇开 可是呢他是 他那时候告诉我的逻辑是 我不想要让外面的灰尘 跑进我的车室里面 把车子里面弄脏了 所以他连经过收费站 他要递回溯票啊 或是那个钞票给那个 对都是开个缝 然后呢我是小孩子 我想要打开车窗 看看外面 不行 他就只差没有用 3Cone把车窗给封起来 是这么特别的情况 对然后呢 等到我长大了 我就迫切的想要 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这样子 所以才喜欢敞篷车 他无限膨胀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敞篷车这个东西 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也实际有 拥有过敞篷车 就是拥有敞篷车的快乐 是那种现实主义者 没有办法理解的 因为很多朋友会以为 就是为了烧包嘛 就是为了烧包 就是为了卖敞篷车啊 对那他也会 他也会道德劝说 你不实用啦 然后怕下雨啦 然后你看你住哪个城市 某某城市空气很脏啦 你为什么要买敞篷车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开着这部敞篷车 载着他们到了一个 比如说晴天岗 是 比如说这个雪霸国家公园 然后或者是墾丁 你在打开篷篷那一刹那 他们完完全全的认为 有一部敞篷车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他是完全认同你了 他就完全认同我 然后回台北再继续骂我 哎呀你干嘛买敞篷车 敞篷车不实用 还要怕人家把你的篷刮破 所以你连去国外旅行的时候 你都住一场篷车 有 那一个是我在疫情前 我去了 我曾经去过日本冲绳的一个旅馆 那他的旅馆呢 正确名称 我其实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他的副标 很震撼人心 他叫超跑旅馆 他是一栋七层楼的建筑物 然后呢一层一户 那你住宿在房内的旅客呢 可以拥有一部超跑吗 对你往自己的住所往楼下看 就有七部超跑停在那个 这个超跑旅馆的停车场 然后有法拉利 有那个BMW的那个时候最 那个时候BMW的最新式的超跑 好像是iX8还是i8 你记不得 然后各式各样的保时捷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有七部你可以选择 很炫的车 就是很炫的车 就是都是在台湾可能就是 几百万以上的车团 那你印象最深的是 但是刚刚我讲的那些车 我都没有开 我选了一部在台湾 也应该是很少见的 叫做Evoke敞篷 它是一部SUV 但是它是敞篷版本 对对对对 所以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它 就是因为它是敞篷 对对对对 无条件就要选这种敞篷 没有超跑它也有敞篷的 但是我觉得说 那个时候我还在开SUV 所以我觉得SUV 它又有很漂亮的外形 然后它还可以开篷 那意思就是我在 因为那一次我们也是全家 一家四口一起去冲绳旅行 然后在当地流行自驾游什么的 我就可以开着这样的车 带他们去那个手里古城 然后去海洋世界 Evoke本来就是车型线条 很特别很优美的一台车 它的敞篷版确实很稀少 那时候出来的时候讨论都确实 我就觉得这台车 你要是开在路上 CD度一定很高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今天既然你也想要 再寻回敞篷车 我们Eddie哥 带来了家里的敞篷车 感谢感谢感谢 让你一起来敞车好不好 带来家里的敞篷车 而且不是Tommy Carl 是真的敞篷车 对而且很特别的配置 是Eddie哥 好 来 这台呢其实是我那个 很喜欢开快车的老婆 所挑选的 是太太的车 然后呢他就是他喜欢开快车 他喜欢操控感 所以他也没有买SUV 但是在买这台车的时候 考虑要在这个国小的小朋友们 所以会选择后面座位比较宽敞的 所以在一番寻找 前面上一台是TT 双门车后面是二加二其实不太能坐 坐到小孩子都抗议了 那小孩子穿球鞋脚很大 所以那个下面空间很小 所以后来就找了 找了这个 我们商量一下 找了一个房车尺寸 那后面还可以坐国中以下 那这个车就进入我们口袋名单 那也因为一番挑选 在原厂中国车部门找到这台车 所以后来就把它购入 好 这台车其实之前也来过地球黄金线 但今天是为了你再次好不好 让你来赏车 让我梦回当年 对 因为430 然后你看光颜色 然后里面的 我们看到这种绿色加铁色的配置 有没有很贵气 对 有一种英国贵族风的感觉 那你现在在看敞篷车的需求的时候 因为敞篷车一定就是好看 帅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 例如说后座一定要是我的小朋友 也要觉得乘坐很舒服 那个加二座的那个二座 所以我觉得Eddie哥刚刚这样讲的 那个逻辑我就懂了 因为之前就譬如说TT 或是我之前开过的那个敞篷车款 它是有后座 但是其实它不太能做正常人 对对对 除非是小人 小小孩 小朋友 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他把后座的空间 稍微放大一点的话 我觉得呢 就是你在买入这样子的车款的时候 会遇到的阻力会低很多 但是但是我很想问 你刚刚不是说吗 我现在都要考虑我女儿 她是义晕车体质 嗯 知道OK吗 但是我女儿除了第一个义晕车体质 刚刚跟中医姐提过之外呢 她又是这个虚华的追求者 什么意思 就是虚华的这个爱好者 对因为她看见我的朋友开跑车 或是敞篷车的时候呢 她都会非常有热忱的 我可以看见她双眼发光的在看这样的车 然后我就问她说 你喜欢这样的车吗 她竟然毫不犹豫的说喜欢 我说那如果 你换敞篷的话 没有没有 一开始的问题是 我女儿说 以后我要跟我的闺蜜 我们几个女生朋友 一起去出去餐厅吃饭聊天 然后开派对 然后呢我爸爸妈妈就问她说 那我们可以跟吗 她说怎么可能 你一定要让我自己去啊 那但是如果我说 那如果我开一部敞篷车载你去 你们的女生聚会呢 我女儿就点头了 我女儿就愿意了 融入女儿的生活 父母要打入孩子的朋友圈 有些附加条件 女儿已经开出来了 OK 爸爸车有点重要 你开什么车决定了 你有没有门票 对 哎呀天哪 真的好痛一个小孩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我女儿的晕车 她到底是心理层面的晕车 所以她觉得她只要能接触到外面的空气 就不晕车了 她也许跟我一样 是如果开着窗户 或是开着这个棚 会觉得说 哎 身体舒服很多的人 我觉得搞不好真的遗传到我 OK 那Eddie哥 来来来 我们带刚刚才来讲 Eddie哥的车有点特别 因为你看包括了她的logo 然后轮圈上的试别logo 都是M50周年的纪念厂徽 那时候买的时候 刚好是大家都很流行 自费 对 加换这个logo 因为只有大概这两三年 她有在卖安装 过了就没了 过了就没了 所以趁着这个年份刚好 然后身形 然后你看前面的水箱物 你刚刚有提到 如果上面有很多镀铬 你就没那么喜欢 但你现在看这一部OK吗 我觉得镀铬是看人用 看车型用 那它用在这里 我觉得是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子 对啊 大鼻孔还可以让你觉得优雅 那我觉得还蛮难得的 对 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一部 蛮迷人的敞篷车 那我们来到侧边 Eddie哥 我们是不是要让 我们请高山峰 哇 坐一下感觉 请上座 哇 这个超长的车门 双门车所以 可以啊 无疮狂也帅嘛 哇 帅帅帅帅 先感受一下 哇 又是他的习惯姿势又来了 就是这个姿势 对 你不用一直往前往前 再往前 对啊 之前在小朋友的儿童安全座椅 就真的是 变成这样在开草门车 你就觉得说 这样子开草门车 你还不如不要开 真的 就是要退 然后要让自己 有很充裕的空间 对 然后同时来 我们如果把车门关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安全帅 它就自动推送 哇 有没有让你觉得 一切都哎 连腰都不用转 防止腰伤 对 哦 适合 比较好救手 这个装置 然后它扣好以后 它就收回去 自动收束 是 对吧 然后开关棚 它其实这个 现在的厂门车 速度也很快 然后材质也用的特别好 然后那种竞速性啊 密合度啊各方面 其实都已经是越来越进步了 你要感受一下吗 那好 可以吗 来 麻烦你 当然当然 先发动 先发动 先发动是不是 对对对 开刹车 来 我们启动 好的 所以现在可以 长按就可以 对 长按就可以了 长按 一键开闭 一键开闭 好 开始了 它没有声音耶 你以前的厂门车会有声音 对不对 以前它会有一个轻微的作动声 但是这个 好 那个竞速性好高哦 是 这个要符合那个 luxury等级 对 所以它有一些东西特别考旧 是 你看光说吗 你看梦腾的表情就知道 而且它挺满意的 完成了吗 完成 但你可以再开没关系 可以开窗 不是不是 因为你们刚刚在外面聊什么 我没有听见 身上很安静 隔音很好对吧 隔音还蛮好的 我只听见你们外面有 有讲话的小小的声音 但听不到内容 但是听不清楚内容 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要干嘛 再把桶打开 所以我要特地摇下车窗问你们 来18秒 而且时速50的时候 在50公里内都可以边开车 50公里内的速度可以开关棚 Eddie哥你刚刚有提到 这是泰台的用车 她平常是习惯会开棚吗 天气好一定开 所以你看我们家的防风网是藏背 回风网藏背 所以后座防风网放着 它会让你就是 女性的头发不会往回千卷 装容比较容易维持的好 对吧 车室内无论是你要的数位萤幕 驾驶补助系统 然后也包括了音响各方面 对 其实都是豪华等级 然后我们来研究一下后座好不好 好 她已经 她自己摸索起来了 舍不得上车 对对对不想下车 中央的地方有卡片感应钥匙 也是新一代车子的用法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一个因为是敞逢车 我们来看如何快速轻打 她有一件 等一下 这样子 一般就可以了 一般它就垫你往前移 上下车就很方便 两边都有 所以说如果有后座上下车 两边都可以搬 然后上车以后 你再坐以后还OK 它就回复到刚刚的位置 你跟你们家小朋友喜欢坐敞逢车吗 很喜欢 就是觉得国中生嘛 个性外向 所以很容易的 你知道就是表达自己的喜好 所有孩子都会喜欢敞逢车吗 不是每个孩子都喜欢敞逢车 因为我曾经呢 亲眼看到一部宾利敞逢 是宾利敞逢哦 你就知道那个爸爸 他也不是非一般人 这样子 然后他前座就载着他太太 然后后座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 但是那两个女儿就只差 没有做出这个动作 你是在哪里看到 我在公馆商圈 就是在丁州路上 然后就是他 他车只能很缓慢的前行 然后旁边车随马龙 然后都是人 大家看到敞逢车 尤其是 宾利 又是宾利 然后大家都看 然后车上那两个青春期的女孩子 真的就觉得说 你就觉得说 他们好像是做错事 被游街示众这样 进珠笼那个感觉 没有 就觉得爸爸你不要 你可以把棚关上吗 你可以不要让我这样抛头露面 丢脸了吗 我们甚至可以听见那个女儿内心的呼喊 这样子 这可能跟个性有关 但是那个时候我女儿在旁边 他看着 他很羡慕 他就觉得说 哇 好帅哦 好漂亮的车哦 然后可以坐在这车子里面一定很开心 会向往 对对对 人不 那个就是 其实那也是要针对就是用车者 还有他家庭 他们到底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然后这样子的车 不管是什么车都能用的很开心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家里面说来 我们讨论一下 爸爸的下一台车我想买敞篷车 我想女儿一定是赞成票嘛 那太太跟儿子呢 我女儿会问说 因为敞篷车她的认知是有也有双座的 所以我女儿一定会问 有我可以坐的地方吗 好聪明哦 对对对对对 那儿子跟太太应该也都会喜欢吗 儿子跟太太应该就是 因为我太太以前就坐过我的敞篷车 那儿子呢应该也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对对 那只要那个敞篷车 伊迪哥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面能不能载一些什么球具啊什么的 对Mountain来说重不重要 对好 好我们这样提一下 车尾我还要介绍一下 车尾有个车尾不要也是50周年 他是一起换的 6个轮值4个前后一个 那敞篷车很在意这个放置物品 这次的敞篷车我们看到这个机构 因为已经有了收纳机构了 他会吃掉一点心理空间 所以他大概一般这个 比较小型的球具可以放 那现场有一个这个 哦来 示范型 这是你本来的球带吗 对对对我的球带 那他是一个没有满载 满载是这样可能有难 但是因为干素比较少 所以我们放进去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调整一下 它是可以的 但如果假设你满载的话 有可能得要放在副驾 副驾了 没错 其实也多半一个人自己开车打球吧 对对对对 去球 不管去球场或是练习场 对那但是 就像艾利哥刚刚提到的 如果我把驾驶放在里面 那他肯定会突出来 然后今天是里面 只有一只那个推杆 跟一只那个 跟一只好像56度这样子 所以就是勉强放了进去 但是我觉得开这个车之后 你就得跟他去磨合你的生活 习惯 然后去 研究怎么使用便利 对对对 那无论如何 如果下一台车 真的梦腾可以换回草坡 就表示 你自己的优先顺序 确实又可以再往前一点 对对 我觉得就家庭这件事情 就是父母 然后孩子 然后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时间点 他负责的事情不一样 那如果有办法调配得当的话 你在不管做任何事情 包括选车这件事情上面 也可以就是最大化的 让大家都觉得满意跟舒服 我觉得这是重点 是的 是的 谢谢Ed哥 今天再带来了你的430i 这台漂亮的敞篷车 跟高山峰分享 等一下我们再来聊 你在路上要能够自在开车 你要避免很多的状况 你都要知道 这是一门艺术跟学问 稍微回来 地球王机械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道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速力效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球王机械邀您一起上线 々人们是一种单独的 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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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赞 订阅 您们是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